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生脱死是什么 了解什么生 怎么来脱胎 那脱死 我们死亡的时候 怎么样脱离这个身体去死亡 也就是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那这个答案当然是如来障 但是你知道没有用 你要现观才能够说你是真的找到了 那你如果能够试得这个如来障 这个实相 实相就是如来障 才知道生死轮回的本迹 大家随活一定要三界观念 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 要不然你佛经看不懂 这个是最基础了 你怎么去三界 哪一界 你怎么去 后面会讲到 那我们呢 如果寻找这个如来障的踪迹啊 我想要找如来障啊 不没有如来障啊 能设生起的万法的如来障啊 那怎么找呢 他有方法的 今天献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像我们于邪师弟论 里面就有一个佛法的架构啊 他写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里面 所以能够看于障师弟论的就直接看 看不懂是正常 看得懂的话 误会异常 就是说 三界 维心 万老为四 这是一个理啊 是一个现状啊 但是它到底怎么生 这个才是重要 你才能够观察到它啊 你就知道那个理论没有用 好 下面告诉大家 直接生六根 六根 我们受精卵 是不是先出生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身体就有六根啊 眼耳鼻舌身 有没有 包括大脑 都有啊 然后见这些生六层 你要观察东西 你就会接触啊 那这些接触的时候 我们能去观察外面的东西吗 没有 我们是在内向分啊 那外面的东西如何跑到内向分来 是如然这样帮我们把外向分转成内向分啊 就是内溜入 内溜入啊 是这样来的啦 那那些讯息哦 它不是一朵花就把一朵花跑到脑筋里面 不是 是把那个资讯传到里面去 然后我们脑神经就剩一根 有没有 视觉神经去接触它 那这些功能呢 多数如来藏 直接生 见这生 转转生 所以你看啊 根层相处啊 根层相处产生四 请问啊 谁生 还是如来藏帮他生 那么诸念的原理是什么呢 在佛法里面 人死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一般人如果他没有造作大恶业的话 那么通常在他断气以后 大约八到十二个小时 大概八个多小时以后 他就会形成完整的中阴身 那么在这八到十二个小时中间 就要特别告诉家属 绝对不要去碰触去摇晃王者的身体 那也不要忽天抢地大哭大喊的 这样子会对王者 因为这时候他还没有死透 会对他的身心造成很大的痛苦 可能造成他堕落三二道 这个必须要告诉家属的 那么接下来中阴身行程以后的 七七四十九天也非常的重要 什么叫中阴身 中阴身就是一期生命死亡以后 到下一期生命出现 中间的一个存在的状况 那他总共有七个七 其实如来藏就像是一间 永不会关闭的这个生命银行 那我们众生累累世以来的福德资粮 就好像是这个生命银行里面的 这些存款 那众生无量世以来 我们不能只是提出来用而已 把这样的资粮提出来使用之外 我们应该要再存入更多的 这样的一幅的资粮 让这个生命银行 未来是每一世之中 它的资粮越来越多 也就是存款越来越多 那未来是我们一世 过一世 过一世会更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